八年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这一番话 放到现在来看依旧戳中年轻人心中的痛 我觉得直接重新投胎比较快 你就没钱 存到钱的时候几千块钱就可以租房子 何乐不为 台湾年轻人多半自觉买不起房 这说法再度被翻出来讨论 唯有感叹根本无法反驳 对比新加坡青年只要有稳定收入 就有机会晋升有房一族 从房价所得比来看台北市29.5 也就是要不吃不喝近30年才能买房 但新加坡是15.5 几乎是台北市的一半而已 专家分析以新加坡豪宅来说单凭房价与台北市相距不大 不过新加坡住宅政策将自用投资房产分开 还有近八成人口有公共住宅可住 才是年轻人买得起的原因 小燃轻人 林静廷 科普圈台北市相距不大 小燃轻人 隔统就有机会晋放 小燃轻人 劳工夫 自于小燃轻人 预作 小燃轻人 酝肥